我昨天耳朵要流汤了 我就想問一下Lulu 怎麼第一個會選康格呢 證人 當然因為首先 因為他是我們實境節目的前輩 對 他開過很多店 他一定知道這個經營的經營之道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他也是有小孩的爸爸 我覺得要有一個有經驗的人 然後作為我的顧問也好 然後或是大家的定心丸也好 所以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擔當 然後再來又 他也是我大哥 所以有康哥在我覺得 一切就是 會有比較安定的感覺 因為康哥臉偏嚴肅 那會不會讓小朋友嚇到 其實完全不會 我覺得這個節目好看 因為就是 你以為他是嚴肅擔當 但其實沒有 然後你以為他是溫柔擔當 但其實沒有 其實也沒有 你以為他是搞笑擔當 但其實很愛哭 對我覺得每個人在裡面 我覺得有趣的是看到大熊孩子的反差 然後看到小熊孩子的進步 我覺得這是本節目很大的看點 那康哥就是自己人 因為其實預告片裡面好像你有把什麼都笑了 你有刻意讓自己 嚇哭 然後看我 就像有些小朋友認為說 我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我還是會陪他們玩 但是因為我在裡面 比如說我要煮飯 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比較不像他們 經常在他們身邊 就比如說在進行過程之中 我要拉小孩子 要讓他們站好定位 這些事情 所以說我比較是屬於在裡面 常攻型的 經常在做事情 對 所以榮軒你是在家認為 你以為是天使 那其實是很兇的 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 真的是跟小朋友沒有什麼相處的經驗 所以來這裡 不只是跟小朋友學習 也是跟就是哥哥姊姊們一起學習 然後就是因為小朋友真的是活力無限 體力也是無限 然後就常常會有 有一點累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有點崩潰的瞬間 那沒有想到呢 就是在這個節目裡面 第一個發脾氣的人竟然是 就是真的一瞬間就 壓不住了 然後就把大家給嚇到 其實把我自己也嚇到了 所以小朋友被你嚇哭嗎 他們沒有嚇哭 但是真的瞬間變超乖 然後就完成了 任務 而且是很順利的完成任務 但是事後我有跟他道歉 我有讓他知道說 為什麼我當下會發脾氣 他也能夠理解 然後也很順利的 把我們節目給進行結束 沒錯 這之後應該也不會對小妖果這樣吧 我應該會盡其全力的重 我也不知道 自己沒有過經驗 不過透過在這個山裡來的熊孩子 學習這個經驗 我已經跟我姐說 我覺得你可以放心 把小妖果交給我了 我現在照顧小妖果 很有一套 好感 所以現在也會幫忙姐姐照顧 她現在還在月子中心 所以現在就是 還是有護理師在照顧 不過我已經有 就是有報到啊 然後也有看到她 所以已經很迫不期待 在等她出月子中心之後的各種相處身體 所以看到她的第一時間 你有哭嗎 或是什麼 欸我沒有哭 我只是覺得對於生命 生命到來的這個奇妙 跟這個深夜 然後還有就是特別關心 就是我姐姐的身體狀況 對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每天都去陪她看她 因為就是很怕她會不會 心理上面有什麼狀況 不過欸她現在一切都蠻好的 恢復的也很好 那姐姐現在對小妖果 會不會有什麼疊音的補現 小妖疊音小妖果果 喔有啊 喝奶奶吃嘴嘴 這些的 都一定會有 而且講話真的會 忍不住就會高八度 不過她也是有一些崩潰的瞬間 比如說小朋友哭啊 停不下來 她覺得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欸交給你的 新手爸媽的煩惱 那像Lulu昨天也是雙料入圍 謝謝 你的頭像是一個小L型 對 我現在整個哈利波特欸 她問雙料入圍 但是是撞到了 我還好啦 真的 我嚇到欸 沒有我就是那個 用身體去配合 今年金鐘五八主題 叫碰撞希望 對像一碰之後 就可以碰出希望 對 有好多人啦 因為當下是有腫一包起來 然後現在就是有 就差藥就好了 有瀏海 嘿很棒 遮住了 那我跟憲哥稍微討論一下 如果真的得獎 有跟他要什麼 沒有 昨天他不是跟我說 跟他要個包什麼嗎 對啊 我自己已經有啦 對啊 一大包 一大包了 所以我覺得還好 最大的禮物就是 我們可以繼續做節目 這是最大的禮物 真的 嗯 真的 還是說換康哥 送給哥哥禮物之類的 哥哥有 我哥喔 我覺得他真的演得很好 那我希望他 當然大家講說 入圍就已經很棒了 但我希望他能夠再一次受到肯定 因為我覺得他的演戲 已經到那種爐火純青的地步 所以我真的很羨慕他 也很佩服他 希望他今年可以得獎 嗯 那他會送我勞力士吧 不可能自己現在先講 不可能自己現在先講 那可能在照顧小孩方面 就是參加節目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地方 最困難 因為你們要知道 就是帶自己的小孩 跟帶別人的小孩 是完全兩件事情 那如果說你帶別人的小孩 我們的責任更重 然後我們要注意的事情更多 因為自己的小朋友 比如說我兒子跌倒 我兒子沒關係啦 爸爸呼呼就好 可是問題是別人的小孩 我剛剛就有講 每一個家長把小朋友交給我們 這幾個大雄 那我們就要負責他每天 就很開心 很完整的回家 因為他回家身上 比如說有一些傷口啊什麼的 甚至於連被蚊子咬 我都會覺得很擔心 對 因為畢竟都是每一個人 家裡面的寶貝交給我們 這個是我們壓力比較大的地方 這樣LULU真的接下來 就不會想生小孩了嗎 沒有 沒有啦 我是說因為我太感性 我怕我會開心也哭 然後難過也哭 就是我真的會 蠟炬成灰類屎肝 對 但是就是我覺得跟他們相處之後 你們可以看到最後 因為畢業頂點的時候 我也是哭得亂七八糟的 就是 然後剛剛董事長不是一開始 他說他覺得這個人跟人的緣分很特別嘛 所以畢業頂點的時候 我就很有感觸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長大之後就發現這一切有多不容易 最難的就是相遇了 各位小朋友 然後我們也希望可以帶給他們 很深刻很難忘的夏令營 我覺得 就我們的主旨嘛 就是好好試好好說好好玩 希望他們都可以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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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了 有這麼多人嗎 今天啊 對 昨天沒辦法 昨天沒有 這要轉過來嗎 下禮拜還有三場嗎 下禮拜有三場嗎 三場 我不知道 有嗎 有 我還沒有看到下禮拜 我先把這禮拜過完 我先把這禮拜過完 是榮軒現在整理拿狀況 我昨天才去月子中心看她 她恢復的蠻好的 然後 現在就是新手爸媽媽 就是看到她在照顧小孩的時候 有些就是 手足無措的那個瞬間 但是我們都很期待 等到她 離開月子中心之後 更累 對可以一起互相照顧 那妳看到小孩妳有哭嗎 妳有感動 我沒有哭 但是我就是有真的覺得很奇妙 然後就是 這麼小 真的是這麼小 然後把它抱在手裡面 就是她一個很柔軟 一個軟綿綿 然後很 就是她 然後因為她的手腳會這樣 一直踢 小男生嘛 就是很像 蟑螂 她有開心 很活潑 很活潑 然後很可愛 就是她的各種表情瞬間 妳就會一直忍不住去記錄下來 然後我回到家之後 然後我就會一直看 重複看 然後就會覺得 忍不住這樣笑 因為有很多可愛的瞬間 有覺得小孩 有長得比較像爸爸還是像爸爸嗎 我覺得 像我姐姐小時候 然後也有像爸爸 就是真的是 兩個人的綜合體這樣 然後我姐說 她人都很神 就說到底像誰 啊可能是像小櫻 小櫻 她是小櫻 小櫻就是我 我記得小櫻 小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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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有想要很快瘦下來 然後復工嗎 這點她是完全就是慢慢來 沒有太著急 然後因為其實她在生產過程中 有經歷一些不舒適 就是自然產還是會有一些不舒適 然後所以她就是想說慢慢來 先以自己心情啊身體照護最重要 不著急 女主持群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看哪位熊孩子的互動 最有化學效應 對對對 就是為什麼 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化學效應 誰跟誰 就是 主持群跟熊孩子互動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說 跟哪一位熊孩子 特別有化學效應 喔 我自己 我的那個熊孩子 她現在在阿滿 在中東國家 今天我們找一個 初期 白飯公主 她是白飯公主 然後她現在在阿滿 然後 因為我之前一直跟她有各種約定 因為她那有一天我就說 我肚子餓喔 然後她說 妳餓嗎 那妳要跟我去吃伊蘭拉麵嗎 我可以跟妳一起吃喔 我說喔 好啊 然後我就一直有這個約定 然後後來我去日本 然後她也 她媽媽也拍影片給我說 她就說 LuLu姐姐我要跟你去日本 吃很多碗伊蘭拉麵 然後她 我們後來有去他們家 完成了吃伊蘭拉麵的願望 然後接下來 她現在在阿滿嘛 她在機場的時候 又拍影片來說 LuLu姐姐姐我想跟你 來阿滿騎駱駱駱 妳現在來機場 來快點 現在來機場 這樣 所以我跟她之前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約定 然後現在越來越難了 接下來就要跟她完成 去騎駱駱駱的願望 這樣子 對 好像每個人幾乎 基本上都有綁定一個小孩的感覺 對 我們比較是小女生 小女生掛 四個女生都會常常聚在一起 然後一直交錯 對 我跟你比較好 這樣很可愛 這是剛剛小桃送給我的 哇 她說那個要恭喜我入圍金中獎 哇 然後 貼心 而且她說因為妳是黃色的 所以她做一個 黃色的 黃色的 對 所以我就獲得一個幸運手環 耶路姐姐 對 耶路姐姐 YES 然後洋洋就是那個 負責小男生的部分 小男生 對對對 打打哥哥也是 我覺得我小時候 蠻像 哈甲跟圈圈的綜合版 因為我很好動很好動 可能跟圈圈一樣比較活潑 然後個性呢 比較像哈甲一樣 算溫柔的小男生 然後我覺得 沒事沒事 我是溫柔的小男生 人有夢想 有夢想OK了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在裡面 遇到一個最特別的小朋友 就是圈圈 她是一開始真的是 捉摸不定 不知道怎麼樣 跟她相處 可能以前小朋友 其他小朋友可能是 連玩很好很容易 就可以玩在一起 但圈圈是 你要接近這個小朋友 了解這個小朋友 都需要花一點時間 讓她打開她的心房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不同的小朋友身上 都有不同的感觸跟體驗 嗯 她在錄製節目的時候 與小朋友的互動中 有沒有特別學到些什麼 就是在錄影的前後 有什麼心境上的轉變呢 學到了要平心盡情 深呼吸 把情緒放在心裡 慢慢來 慢慢來 對慢慢來 然後 因為我原本的習慣就是 準備很多嘛 然後準備很滿 但後來發現我的這個邏輯 不能用在這個節目上面 不能用在小朋友身上 我覺得我也是 從康哥上學到很多東西 只要她看到我很緊張 或是很焦急的時候 然後她就這樣 OK了 你一直給我一些打 一些怕 因為他們都很想給小朋友很多 對 太緊張了 我就勸他們說 我說其實 你先給一個 再看下一個狀況 對 因為小朋友跟大人不一樣 我們沒辦法控制她 她當時她到底想什麼 她情緒是什麼 所以我們先給她一個 欸他們覺得很好玩 那我們就繼續 那如果她覺得還好 我們就再想別的辦法 我覺得跟小孩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要一致不斷的變化比較對 對 因為由於我實在太緊張了 所以這個節目也是我錄 就是這些節目以來 就是吃最多頭痛藥的一個節目 欸 頭太痛了 我一天吃到三顆喔 就是想說 不行不行 好 吃一下 好 OK 又牙起來 然後就是包含有那個累的頭痛 然後因為我們都很早起 就是三四點就起來化妝 然後開始一路就是這樣拍戲這樣 然後到晚上 然後呢還有一些感動到 哭到頭痛嘛 就是那個很感人 生命教育的部分 我就沒有想到 他們就是把爸爸媽變老 然後我以為就是可愛的變老 會有這樣才頭文 就是他們是發電影的特效化妝 非常認真 絕對不是那種綜藝節目 那種壞話 不是綜藝節目那種搞 因為我以為是好笑的 結果七個爸爸轉過來 我眼淚直接掉下來 因為太...太...太寫實了 然後十年一瞬就是這樣子嘛 你昨天看爸爸媽媽還年輕 你今天看他瞬間變老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每一個視覺 都超級用心跟認真 就是他其實我們在錄的過程 已經很打動我的 所以我覺得 錄的過程已經可以很療癒 我相信就是播出去 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到 太真實了變不了人 我現在到底敢不敢生小孩 但我要... 要先... 對 先有對象 對... 對... 彭哥介紹 我 認識那麼多人 我退出這一類的江湖 也很醜 已退出 所以現在單身是不是 單身多久了 好久 喔 不可考 不可考 所以跟方一個也沒點多對不對 很多個耶 你說哪一個 行情很好耶 欸 不好意思 那個平常那個 指衣店的老幾個 指手指頭洗不出來 萬修那個指衣店 沒有 我其實跟每一個人都有聯絡 都有聯絡 我都是...我是屬於那個朋友型的人 對對對 我不是那種會聽不懂 對 甚至跟阿達都還有聯絡 所以他裡面 神經失調去探病嗎 對 你有關心他 不用...不用到探病吧 不用吧 不用吧 你有傳訊關心他 沒有 沒有 就我有看到 哎呀 怎麼這樣咧 你有笑嗎 有 好壞喔 就這樣 這樣 因為我們過程中 就有沒有遇到過 曾經就是李志倩快斷掉的時刻 就是快撐不住了 就是很... 欸 眼神轉太快了吧 我直接避開 有遇到這個moment嗎 有什麼趣事 其實那一瞬間真的是李志倩斷掉 我們那時候是在運動會 然後我們跟東森又又台的哥哥姐姐 然後弟弟小朋友們一起比賽 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小朋友勝負欲望超強 然後不知不覺我們大人的勝負欲望也超強 超強 然後因為我們第一輪比賽輸了 所以第二輪比賽在練習的時候 大家都拚盡全力 然後小女生就跑來跟我說 我就想要贏啊 對 要怎麼贏啊 對 或者說我要怎麼樣才能贏 我們一定可以拿下這場勝利 然後結果就看到旁邊的小男生在玩 他們這邊很認真 然後球傳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在玩 在嬉戏打鬧 然後我就一瞬間就 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在幹嘛嗎 你們這樣子一直在玩 有沒有尊重這場比賽 就是突然就是一個大便便 然後就小朋友瞬間也是傻在那裡 然後大人也是瞬間傻在那裡 我看到連工作人員都傻在那裡 下巴都掉到地上想說 怎麼可能會是榮榮姐姐發脾氣這樣 但是我覺得那一瞬間就是 也有好的結果啊 我們後來順利就是贏了 然後小朋友也很完成了這個任務 也就突然覺得這件事情是很認真的 因為我們其實一直下定 都是在玩 但是也是需要有讓他們知道說 大家現在很集中注意力 在這件事情 我們要專注 要認真 要看待這件事情 要很 要很 很尊重其他的選手 所以那一瞬間就是 我的這個發脾氣 有導致我覺得有一個好的結果 只是我自己後來就覺得很難過 就是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康哥說 他第一次罵他小孩 然後 跑到台上去後面去偷哭 不是我自己的小孩 但我也會覺得 好難過 就是我怎麼這樣子發脾氣 然後我後來也有跟小朋友道歉 然後也有讓他知道 他們也有和好了 對我們有和好 那你以後會不會也這樣罵小妖果 我覺得他不是我的小孩 我覺得我也不確定 到底會是怎麼 除非小妖果參加運動會 你要加油 因為運動會就說 你跟我贏喔 對 因為那個情況是我們已經連路三天 一兩天我們累到不行 又萎靡 然後 東盛右台的哥哥姐超有精神 嘿 來囉 然後每個人精神都不行 他連在休息室都是這樣 對 然後好陽光 然後那邊燈又打超亮 我們這邊燈不能開 因為太黑了 然後太累了 太不舒服 然後他們這樣哇 然後很有精神 然後我們想說 什麼意思 兩個世界 然後我們又不能說 對 所以那天我們其實大家 生理跟心理都很糾結這樣 對 那榮軒姐姐有要怎麼說 去跟自己結婚嗎 這個問他好了 我沒有跟他聊到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現在見到面啊 就連我爸媽也是 都會不小心的忽略掉 你知道 產婦本人 因為你的focus就會在 小妖果 然後就一直看他 咚咚咚咚咚這樣 所以真的大家現在的專注力 都在這個小妖果 那妳覺得妳敢幫他 打屎拔尿嗎 我覺得我敢 因為那天我有看著護理師在做 我有把他錄下來 然後就很專注在 就是學習 就很期待 圈圈好像又上廁所了 妳去幫他擦 那個有點大 我現在從小妖女兒開始 慢慢吃 圈圈的屁股 洋洋哥哥擦過嘛 還有昆達哥哥還有我 對 小男生很常在那個 換尿布的時候噴尿 有 我那天直接試 然後就親眼看到 小妖果在換尿布的時候 直接尿就噴出 那很好 童子尿避邪 欸 湯哥外帶一瓶 最近需要 我來個去蒐集一下 我們可以五瓶嗎 一瓶 一瓶 沒問題 湯哥昨天有恭喜華哥嗎 入圍緊張 還沒 還沒 對啊 因為他 他又不是第一次錄了 然後 我是覺得 因為去年 就今年 今天這個戲其實 一開始 他這個戲播出的時候 其實 很多人對他的表演 有很大的迴響 那其實我也嚇到 因為很多人就問我說 欸 刑警刑警 我誰啊 我一開始不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我說那是我哥哥 演的一個角色 那很多人 包括不管圈內或圈外 朋友都跟我講說 哇 童話這次演這個角色 好厲害喔 真的 其實我 我說一個比較 我自己的心裡面 我會覺得他演這麼好 我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他本來就很愛演戲 所以他演這麼好 我覺得 他本來就這麼厲害 可是後來我也自己去看 我說哇塞 真厲害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有嚇到 對 就是他已經 太自然了 你知道他的行為 就彷彿他就是那個人 那 我覺得他這樣做 就是我 永遠超越我 我在演戲上面 我絕對不可能 跟到他一點點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而且看他演戲 我會很感動 所以你覺得 他可以拿下金鐘獎 有信心 我希望 希望 對 我待會還要去燒香 哈哈 請問一下 就是 主持群看小朋友相處上 就在錄製完節目之後 有沒有什麼 自己的make up 怎麼control這些小朋友 或者是 怎麼打開他們的心房啊 或者是處理他們 讓他們鬧情緒 喔 用錢 用獎勵的方式 我們其實在節目裡面 有設計一個獎勵方式 就是扭蛋 蓋印章 然後扭蛋 就是讓他們在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可以積極參與 對 然後讓這個獎勵 讓他們 我們其實準備的小禮物 都很符合他們每個人喜歡的 比如說男生喜歡車車 女生喜歡 魔術方塊啊 然後還有角落生物啊等等 就讓他們更有動力 想要去蒐集這個獎勢 而且那扭蛋機 是我們自己做的 親手做的 沒錯 我們後來把它畫起來之後 把它畫得很像變電箱 很可愛 康哥那個營業中 也有入圍節目的部分 昨天你們學術組 有大家想討論那些事情 今天是熊孩子 就別講那個聲 不好意思 不然待會東盛會修理我們 不要去 大家就是 大家蠻開心的 那你會去典禮嗎 我不知道 人家沒有邀請去也很奇怪 你怎麼笑得這麼開心 我覺得好笑 我太喜歡你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會當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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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如果你昨天撞到那個上市 現在還好 有 有幫你捏看嗎 不要 因為它是真的有動 我沒有想到撞出一個洞 我沒有想到撞出一個洞 就是一個閃電 真的有洞 一個洞口 對一個洞口 沒有沒有已經消腫了 昨天是凸起來 要用冰敷吧 消腫了 然後有一個L 就撞出一個L 有刮皮 對啊 因為我看網路上都是你的那個 撞到頭的影片 對 撞出一個L喔 那就是Lulu啊 Lulu 政治表記 Lulu 對對對 對對對 咻咻的 蠻大力的 很大力 一撞車 二天溫滴啊 然後這是哪裡 然後起來好多人喔 梅雲姐啊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 大家很 有上台要小心 他已經開始在準備服裝的部分 沒有耶 還沒 沒有耶 沒有 還沒 還沒 因為還要找贊助 對啊 我要先過完今天 對再去想明天的事情 對 慢慢來 有問題要問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放假了 哈哈哈哈 跑地 對 對 絕對是 咻 我要去關島看我小孩 同學 那那個有關心一下 那個 尼亞倫最近的狀況 有啊 有啊 我們還是會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會 互相問候啊 嗯 什麼就是這樣 那他現在 他知道節目入圍 他要很開心吧 應該知道 但他沒有 表示什麼意見 嗯 那他現在 最近的狀況 有沒有看到 我上次看到阿蘇 他狀況 呃 OK啊 然後 上次大概什麼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 好 可以約了嗎 喔 私下 對對對 是約的嗎 還是 對對對 有邀他去關島玩嗎 蛤 有邀他去關島玩嗎 呃 還沒有想到這一段 哈哈哈 所以你有稍微就是 好朋友 好朋友 對啊 有稍微安撫他的低潮 其實 其實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也就是 盡量在旁邊 就是讓他知道 我們 都知道 因為我們也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立場去表示 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